講犀鳥,可以嗎? 可以啊 講犀鳥第二步 我來講犀鳥第二步 哦,這什麼東西 翠鳥、魚、狗 大陸叫做捕魚 還會捕魚,捕魚啦 翡翠,已經捕翡翠嗎 翡翠是指寶玉的翡翠 寶石吧 祖母與翡翠啊 基本上翡翠這個字是魚之旁的 魚不翡翠,羽毛的魚 為什麼是翡翠,為什麼是魚之旁? 因為是鳥類,這個東西很漂亮的鳥類 金蝦翠,金蝦翠 不只金蝦,藍色非常 綻藍,綠,寶綠 非常燦爛,寶石燦爛 每個地方有什麼 日本叫什麼,川蝦翠 川蝦,四川之 之鳥,川蝦翠 川蝦翠是北方的日本人 這樣稱呼,那好了 但是英文呢,英文叫金菲雪爾 王,魚之王 金菲雪爾,捕魚之王 金菲雪爾,翠鳥,魚狗 各種說,翠鳥來個,魚狗來個 烏魚兒狼 卡拉西米來個 Helsen,Helsen還是拉丁體系的 拉丁的處理 太平盛世,那個拉丁語 不要好,不要好 太平盛世,太平盛世 太平盛世一片 太平,海洋一片 風平浪的,那個Helsen 他學名 每一個都沒自己的背景 沒有那麼簡單 古代也有關係 可是穿著穿著幾千年 上萬年不曉得,幾千年至少有 語言有開始的,就有他的存在 語言流長,每一個都在他的故事 剛剛說文字 剛剛說名稱就講不完 名稱基本上不是鳥類學法 鳥類學法,語言有動物 他的語言呢,他的一個特別的範圍 語言裡面又有一個更小的範圍 這個,好,Ugo 這什麼,所謂藍色炮彈 台灣也有啊 我上次在公園,幾十年前在公園看到 我在新龍公園 看到一隻藍色的影子 就這樣,砰 到,衝到水面,就砰 就直接炮出來,飛上去,藍色炮彈 果然沒錯,名符其實 藍色炮彈 我只看到藍色的影子,但我在想 當然就是魚狗 跑到水面這樣,一抓,又上去了 好厲害 漂亮 最近大概20年左右 魚狗,翠娘這東西 他的繁殖的 第一手的,不是第一手 應該是,證實他 他目睹他,整個過程是被拍下來的 Video拍下來 他那麼做不出來,沿著河流 沿著河流可以一石壁 沿著河石壁,他抓到石壁上 挖洞 從水面上的到岸之間的石壁上 挖洞,挖進去之後 他有沒有做窩 那個研究是什麼 拍一下怎麼拍 把那個石壁,側面把它切一個平面 在旁邊裝設攝影機 整個拍下來 魚狗在怎麼裏面 裏面遇出,裏面遇出 小鳥怎麼回事 怎麼呼出來 他幾天之後呼出來 呼出來之後呢 有毛沒毛 接下來什麼時候離開窩 什麼補育狀況怎麼樣 跟父母親互動怎麼樣 整個清清楚 好,魚狗 但是告訴你 魚狗到底不上頭 隨便講 這全部都是魚狗 魚狗很多種哦 英母也來了 這是英母嗎 我看 對不起,這是咬捐 這是咬捐 我講咬捐哦 什麼叫咬捐 什麼叫咬捐 捐啊 捐的東西是渡捐嘛 渡捐 鍋公 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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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咕 那個 中啊 每個時間 不咕 咕 不咕 鍋公 鍋公 古代中文叫鍋 不咕 不咕 會播種的自己想要叫 對農夫來講 有一定的意義 每次他叫的時候 啊 大概啦 準備不鼓啦 聲音一樣 不鼓 這個捐類 就有很多種 台灣有捐類 杜捐沒有講 杜捐 杜捐還是有脫軟性 也會講脫軟性 很有趣的 怎麼會把蛋伸在別人窩裡面 怎麼會 讓別人養自己的孩子 怎麼會這樣子 脫軟性 寄生性 軟 放在別人窩 到來囉 別人不見得要收養你 別人看到不對勁 然後整窩都氣掉了 然後 你的 杜捐的 杜捐的 杜捐的蛋 他長相 一定要像跟他的 寄生 寄生的對象 如何符絕 或者類似 大概騙過那個養母 OK 不然養大 來了 有些說呆的 呆的怎麼樣 養大了之後 還不曉得他不是自己的孩子 養好大 杜捐是很大了 比如山雀 他養 養他小鳥 養杜捐小鳥 養大了 他站在 他一直有餵他 餵到他提皮 自己還大 最後站在他肩膀上面 幹嘛 餵他東西 你不知道這個木椎還是小鳥 已經比 他的養母大了 養母一直都沒發現 這叫平行性化 有些說不對 發文不對勁 他整個去掉 說你寄生不成功 脫軟不能成功 要脫軟性 以後慢慢講 咬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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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最漂亮的鳥在哪裡 就是咬捐 我看全世界最漂亮的鳥在哪裡 這個地方 公鳥在這邊 Trogan 這叫 Catsa Risplanet Catsa 這是哪裡 瓜地麻辣的國鳥 你看看 有看看喔 全世界用鳥類 當作國旗上的標誌 大概也沒幾個啦 這個是最著名的 你有看過嗎 用鳥類當作國家上面的 國旗喔 國旗 那這個我所知道的 我現在採放就是這個 就是什麼 鳳頭立姚鵑 鳳 鳳 鳳凰的頭一樣的 綠色的姚鵑 那是杜鵑 杜鵑牧的 鵑牧 舜頭很漂亮 以後慢慢講 這還是公的 公的才漂亮 母的不漂亮 母的跟公的照相反 男人的話 女的打扮花之招展 母男的樹本 是嗎 鳥在照相反的 正好相反的是什麼? DNA倒過來的 XY跟XX 照相反 性男射擊 有意思 知道嗎? Jason 現在的事實上 我們男的是什麼? XY 女性跟XX 什麼叫男的什麼女 各位第一 我現在不講性男的什麼叫男的跟女 看一下 生殖器 什麼 生殖器還不夠 看裡面 什麼叫男的 他講一個什麼叫男的 什麼叫雄性 我要等你 什麼叫雄性 你隨便講 那精子吧 精子還不夠 要搞丸跟卵巢來 卵巢是一個 負責什麼? 負責受精的 準備富裕後代 那個養份狗 他叫做卵子 負責生產卵巢的 卵巢的 有卵巢的就是母性 就是雌性 功能的精子 精從卵巢裡面把受精的 那叫做鎬丸 鎬丸是器官 不是說人的鎬 人的鎬丸是韓後來 賣箱子可以 所有配子體 減速分鏈所有配子體 生產配子體 那個器官 女性要軟巢 男性 磁性要軟巢 包括蟹蟻也叫軟巢 雄性的精子 包括寄生蟲 再小的也叫鎬丸 也叫鎬丸 所以半箱子 所以一個生物 基本上生產精子也叫做鎬丸 那個膝蓋 生產軟巢 全部叫做卵巢 人類就很複雜 那太複雜 不要講人類 他 鳥類來講 基本上有卵巢 跟有鎬丸 照對調 XX的 咦? 反而是XX的 這叫搞完 搞完又搞完 精子牌子 照相反 而且呢 各個特別是 雄性跟磁性 他基本的 俠異定義不變 但是晚來 另外一個特點是 熊的特點漂亮 花枝照 系母的注意 特別 但是基本上 還是母的抱軟 母的護著照 和幼的 母的生蛋沒有問題 但是他 他 打帶跑 大部分打帶跑 打了就跑 生兒就跑 不養後帶 大部分不負責任的巴王 很多 自然間 普遍 母性要負責御幼 普遍 雄性負責打帶跑 打了就跑 傳播精子 他本身也被淘汰 他也被選擇 母的選擇他 基本上弱就被淘汰 繁殖 以後慢慢講繁殖 跟天者 基本上 在母性選擇雄性的時候 母的選擇雄的時候 淘汰一些弱的雄 雄的很多多元 請問一下 怎麼樣都漂亮 女性 男性怎麼樣都漂亮 怎麼樣有女人也 怎麼樣才說有女人也 帥吧 還有能聰明 還有能有錢 還有能 讀書都得還好 聰明吧 還有呢 還有什麼 你想一下 如果你要找女朋友 要找 要什麼 要什麼 用什麼方式 打他 聽起來 你現在在經營 你現在經營基本上 就後半妹 現在後半妹就在生孩子 一個人不生孩子 基本上 功能的 不知道什麼功能 生命的功能 基本功能 就這樣找回來 他就捐 都捐 你講走捐 走捐 亞利沙納州的 沙漠中的 美國西南部走捐 走捐後來也那個 變成卡通影片的主角 還記得 Roadrunner 那個 音速小子還記得 音速小子 Sony 音速小子 那個 刺猬 刺猬原型是刺猬 在沙漠中 他有一個 打在路中間 一個鳥打個路 跑步 他不飛 他很願意跑 你跑不飛 可以飛 他不飛 他跑 跑非常快 Rodrunner 變成跑步裡面的主角 Rodrunner 怎麼講 MOSBALL不講 Rodrunner 來 我看Roders 基本上 這次叫佛法森 台灣叫佛法森 無事不勝三寶殿 什麼三寶殿 無事不勝三寶殿 三寶 寶 三寶 佛法森 三寶 基本上 Rodrunner 空中翻一個人 Rodrunner 翻到佛法森 鳥叫的聲音 佛法森 台灣有 佛法森 叫佛法森 像什麼 全部講到什麼 叫的聲音 超木魚 還唸佛 唸佛 佛法森 佛法森 這聲音 我大概講 穿個 谷 的 排隊的 好 下面一個鳥子吧 叫獵蟹木 ODER 這是這個嗎 是沒錯 是 獵蟹木 最有名的 像 捉木鳥 Woodpaker 這不對 這是Woodhubo 這代勝 我看看獵蟹木 不然講獵蟹木很有趣 我講下面一頁 Woodhubo 我順便講 換一本獎 換一本 我看地鳥 第一次 從第一次開始發跡 鳥從第一次開始發跡 它從什麼發跡 它地鳥 不會飛的 實際飛行的 實際地鳥是地鳥 鴕鳥 鴕鳥不會飛 鴕鳥很基本 鴕鳥有幾個手爪看過嗎 幾個腳趾 看過它的腳趾嗎 三個 三個嗎 我說兩個 偏偏就有三個人 一個澳洲鴕鳥 一個美洲鴕鳥 還有一個鴕鳥 鴕鳥是非洲的 非洲鴕鳥兩隻 兩爪 澳洲鴕鳥跟 澳洲鴕鳥叫 鵝苗 我看看 我媽媽就有人 明天就是化妝品 然後看化妝品 化妝品是鵝苗做成油 你看看 看看這個 鵝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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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澳洲鴕鳥 看看它的樣子 澳洲分部 就叫澳洲分部 澳洲鵝苗 一般它不是非洲鴕鳥 它是澳洲鴕鳥 放在鵝苗 鵝苗 鵝苗是新創出來的字 那字很奇怪 看一字怎麼找不到 新創出來的字 鵝苗 鵝苗 基本上是希臘的神話的一個角色 弄到這個 因為歐洲人不曉得什麼動物 歐洲人很奇怪 歐洲人到了澳洲 歐洲人也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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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很奇怪 舉個例子 歐洲人哪 從北半橋到達澳洲 他發現先到澳洲 澳洲 英國人說澳洲 澳洲 什麼意思 南方之中 澳洲 南方 南方之中 別看過什麼 袋鼠在跳 嗯 嗯 欸 他說 啊 那個土著看聽不懂 白種 什麼動物 什麼動物 他說什麼 看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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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過路是個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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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農夫 台灣嘛 在地的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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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 歐洲人給這個鳥 澳洲的這個 不會動 不會飛的 因為吃魚飛翔 你看看 這是 鵝苗的油 做成的化妝品 和保養品 因為它油脂非常發達 基本上這個東西 後來變成牧場 飼養場 打中 台灣南部有些飼養場 也要養鵝苗 澳洲 澳洲駝鳥 養來幹嘛 那這個東西 你看 防止什麼咒紋 抗咒 抗咒 你還說抗咒 我還聯繫抗咒 這個 creme creme 那個 霜嘛 面霜嘛 啊 好 好 這個看看 我們看地鳥 往前往上 地鳥 鴕鳥就不用講 鴕鳥最大 鴕鳥帶一個 鴕鳥心態 你這個人鴕鳥心態 什麼叫鴕鳥心態 看他鴕鳥心態 看他鴕鳥心態 看他鴕鳥心態這邊 鴕鳥心態 鴕鳥心態 什麼叫鴕鳥心態 鴕鳥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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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講 我生意語 路錯我們繼續下路 鴕鳥心態 就是一個人鴕鳥心態 他說說 歸說嘛 他不面對現實 他埋起來以為敵人就不見了 他把頭埋起來 不看了 嬰兒道理嘛 你去偷 你又把耳朵眼前倒 以為別人聽不到 鴕鳥道理 鴕鳥 好 基本上 以後要談談鴕鳥是怎麼回事 生物系列怎麼去觀察 怎麼去觀察鴕鳥心態 有意思喔 特別喔 有喔 有鴕鳥心態 但是鴕鳥心態嗎 代義 看看 基本上是亂 這個在非洲南部的土著 土著 鴕鳥蛋高齊 人類有很多互相交流的歷史 在阿拉伯 天方眼才講的 鴕鳥蛋是他們的神 的象徵 後來這個地方 現代 當地土人還當到用鴕鳥 因為鴕鳥蛋很大 世界上最大的 鴕鳥蛋最大 單一細胞嘛 是最大的 當作的 杯子 裝水嘛 然後你又破掉 當作水 然後我以後我們看看鴕鳥蛋的樣子 我家人就是從 南非馬來的鴕鳥蛋 蛋可回來 我看看鴕鳥怎麼長什麼樣子 它上面有畫一些圖案 那圖人都當作 蘇柏妮也就是再當作 圖產品 賣給官人客 很漂亮 然後大方形 好 鴕鳥 就像鴕鳥呢 然後鴕鳥還有幾個不同芽 四五個不同芽 都是鴕鳥 公的母的不太一樣 母的就是 顏色很不太好 我先看看地鳥 看看特別的地鳥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紐西蘭才有的 紐西蘭的國寶 紐西蘭的國寶 只有紐西蘭找得到 紐西蘭有幾個國寶 重點之一 這個鳥類 有看到嗎 奇異鳥 西尾有沒有 芋頭 我原來發現芋頭其實是錯誤的翻譯 芋頭我吸一秒 不會飛啊 他已經變成哺乳動物 他不是說他構造改變 他說他未接 他大自然未接變哺乳動物 因為沒有人取代哺乳動物的地位 他還得取代 所以那地方沒有哺乳動物 早期沒有哺乳動物 換人類的證據 毛也帶來什麼 老鼠 柔洲人帶來什麼 歐洲人帶來什麼 狗 貓 豬 吳 西蘭就不在了 不是不在 就是完蛋了 完蛋怎麼辦 救回來什麼救 完蛋了 完蛋了完蛋 完蛋了就救 怎麼救 教授怎麼救 我不曉得 告訴我 那很多在富裕 一個物種消失了 你要去挽回 怎麼不可能 可以到我們用DNA 像帶狼 是用DNA在火火管裡面的一些 胚單或者是毛皮 把DNA實現出來 複製 啊 功能好厚大 像猛馬像複製 那你如果能這樣的 當初你就不要把它滅走 你想辦法 你要節制自己 物種是很珍貴的 一向消失了怎麼去挽回 現在想到來不及了嘛 兩王匯要花多少一七王匯 前面是DNA部分 前鳥部分 前鳥 前鳥部分 海燕的部分 提壺在那邊 提壺 提壺 就剛剛講的油拆的 到底當油拆的 嘴巴很大 裝很多東西 好 看到我轉了 嘴巴 好 全世界你看 大概是這樣分布 南美就是自己的部分 非洲中央 澳洲一部分 那基本上亞洲部分 北亞的沒有分布 亞洲北沒有分布 幾乎 幾乎在七種 一個數七個種 小規模的 你拍得一看 你看 我看 路斯 我看路斯 我看皮鹿 黑麵皮鹿 我看黑麵皮鹿 我還問你喔 皮鹿你前世院 你知道哪些皮鹿嗎 聖環啊 皮鹿 皮鹿 皮鹿為什麼這個長一樣 肉講什麼 你知道吃起來 不知其所謂的 皮鹿長得像湯子一樣嘴巴 為什麼 波魚 為什麼 吃什麼 他吃什麼 看他嘴巴就知道他吃什麼 他腳就知道他有什麼活動 不知道水邊就能吃 西邊 是 他涉水吧 涉起 是他的西邊 腳夠長 他站在水裡面 是 他嘴巴呢 他嘴巴什麼訊息 吃什麼 特別想不到 我給你猜喔 第一個 肉 那是肉嗎 哪一種肉 魚肉 蟲肉 都不是 什麼肉 是吃肉 你還通常都吃肉 我吃什麼肉 嘴巴痛 以後有機會再跟你講 但也給關心 嘿嘿嘿 皮鹿也不懂皮鹿 兩個 嗯 玫瑰皮肉 那就是很外國就很吃 我們台灣 都知道台灣 台灣 台灣的痕跡啊 只知道 只知道 黑麵皮肉 跨國國際不曉得 外國皮肉也蠻有 你看台灣黑麵很有名 吃什麼 等會回來講 吃什麼 看他嘴巴知道 他這樣吃 咦 忘記 忘記了 皮肉 皮肉 還還 還 還 埃及聖還 是古代埃及就出現象形文字上面 象形文字 幾千年就出現象形文字 一模一樣 聖鳥 神聖之鳥 象形文字 聖還 還 還回去 還錢的還 錯字盲去掉那個 右邊那個字 比較左邊去 右邊那個鳥字 還 還 這是創出來的字 Ibis 因為很有名的 我只知道最有名 全世界最有名的鳥類雜誌 叫還 Ibis 全世界最有名的鳥類雜誌 兩個雜誌 兩個雜誌 兩個最有名的鳥類雜誌 學堪 第一個 Ibis 聖還 第二個 Ock 就是海雀 海巫 Ock 這是美國的英國 Ibis 就是老牌子 老牌子 老牌子 鳥類 鳥類起來 Flamingo 欸 Flamingo 火鶴 其實火鶴應該灌 證明人家灌 證明就會灌 它吃什麼 為什麼紅色 我們落雜誌 你看到就不是紅色 喂 吞掉 為什麼 鑽壓酒 為什麼鑽壓酒 就被我們吞掉 顏色紅 也要紅 紅色有多少 吃個 加點胡蘿蔔樹 你會顧到生機 顧到顏色 紅色也很漂亮 成千上萬 在湖邊 非洲的 那個湖泊裡面 一打開從外面 看 紅了斑斑 淋了 鋪天蓋 整個紅色的蠟 把湖泊 染成紅色 用外太空來看 粉紅色一片 就是這個鳥 為什麼 木雜洞魚的鳥 紅色吞鳥 因為它吃的東西 顏色來吃的東西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有紅色顏色 色素的 維生物 浮游生物 就是蝦子 很小的蝦子 靠浮游生物 你看它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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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本說很有趣喔 叫做 熊貓的大拇指 以及 火賀 火冠鳥的 微笑 它是這樣 只要這樣是微笑 還是哭泣 哭啥 嗯 那是哭啥 火冠鳥的微笑 不可能 沒有這種東西 熊貓有大拇指嗎 每個人都跑去看團團音樂 那團團音樂看什麼 看好玩嗎 我看門道 我看門道 那下次我們看看團團音樂 這外 看看它 看它的拇指 有可能它發 嘴巴一下 有拇指嗎 沒有 它六指 沒有拇指 結果這樣 它怎麼走不了 這麼大拇指 很重要 沒有的話不行 拔頭髮也要拇指 拇指太重要 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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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 沒有拇指 它六指指 那熊貓吃竹子 它適應成豬吃竹子 它射射又靠手指還動 慢慢咬它 它就沒有咬它做拇指 它吃它另外兩隻指 慢慢看它構造 以後 好 它是個火灌鳥 或火鶴鳥 你知道嗎 它靠浮游生物 它這樣塞 它水面這樣 它這樣 它來看 它動員去看 就可以看到了 這樣 你看不到它死了 這樣 它水面這樣 幹嘛 它過濾什麼 水就過濾 它從那邊水面 進去出 過裏面為生物 哎 浮游生物 因為浮游生物的顏色 顏色還是浮游生物 紅色 還有這樣 所以呢 木炸動物園呢 怎麼辦 恢復它美觀 因為羊腳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吞色 因為沒有在吃它原生的 原來大自然的時候 靠著 紅蘿蔔酥 紅蘿蔔酥 看看有沒有試著 補回來 補蘿蔔 不盡理想 不盡理想 木炸動物園他們那一票 好 燕蛾的太多了 燕鴨類 燕鴨科 我們講的 燕型男蝦 燕子成燕字型人型 燕 燕鴨一家 燕鴨是同一類的 燕鴨科 燕鴨科 燕鴨是很大的 非常大的一個家 主要怎麼辦 那邊寫一彩四季 四季 還是燕鴨 燕鴨 燕鴨 DX DX 大概這樣 這邊到視頻結束